陳光健局長 陳百度分局長 各位同仁 還有我們接同慧琪的語言區長 還有我們的同仁 大家好 好 我們龜山分局 轄區內有林口長門醫院 這個熱身醫院 那麼也有這個檢疫所 那也有包括兩個口罩工廠 一個是疫庭 一個是花生生計 那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勤務資源 那我們這個龜山分局勤務資源特別多 那包括像這個集中檢疫的這個情路 那也是我們特別重 那所信都能夠順利完成各項各種 那今天特別 包括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們這個居家檢疫跟隔離的這個邪情 包括手機的設定有53件 失聯邪詢有14件 那追查個案的行蹤 確診個案的行蹤有2件 序查行蹤有1件 那異常通報有28件 那其中有2件是確定離開了這個隔離處所 來送衛生去採訪 所以其實我們在居家檢疫跟隔離方面 這個情路其實也比較一般的重 我們目前全市喔 大概有6000多個居家檢疫跟隔離的案件 那其中大概5000多件是居家檢疫 大概800多件是居家隔離 那目前居家隔離喔 有找出這個確診病例的 比如說他曾經跟確診接觸過 那因而感染的喔 有8件8件 那這8件包括追查行動 跟等等喔 那個找出他的活動史啊 那個TOCC喔 那個要把它找出來 那才能夠防止社區感染 那這8件呢其實很有價值 大家可能會想說6000驚8驚 問題是1件如果沒有管制好 1件傳3個就好 1 3 9 27 81 這樣就突然回去了 那如果我們有居家隔離 我把它顧好 不要跑跑 那幫你有確診後送去醫院 1件就是1件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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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還是8件的 所以這個是很有很有很有效的啦 我們不是像說對外的中國 是把發燒的送到方向醫院 居家隔離的貼封條 是訂給定啊 今天隔離是這個不文明的方法 我們隔離是文明但是要細緻 那我今天又特別宣布說喔 那個居家這個隔離如果檢疫的 有需要的話 如果住在檢疫旅館那哪有冷天啊 只是我沒有封入名字而已 我們有兩家居家建議旅館 那可以到300個房間 那如果家人不想跟隔離者住 也當行間喔 跟親友這個安心旅館 這我們找了旅館公會來協助喔 那他們另外提供的旅館 數量也很充足 一個房間只要1500塊 所以這個以後未來在居家建議隔離政策上喔 我們寫情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不過不管怎麼樣的龜山分局 我算了一下 行怒最終的龜山分局 所以今天特別過來鼓勵 謝謝大家 抱歉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